好,我們來看概念3,概念3是認識這個角 好了,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這邊有舉例,跟你看30度是什麼角,30度叫做銳角 小於90度的這種叫做銳角 那90度呢,90度叫直角 那超過90度不到180的這個叫做鈍角 所以120度是鈍角,很鈍就對了,就是沒有不尖 145度也是鈍角 那60度呢,比90度小,它是銳角 銳角就是會尖尖的那一種 那180度呢,180度平平的叫平角 360度轉一圈叫做周角 那45度呢,45度還是銳角 它是90度的一半,它還是尖尖的銳角 好,再來,這個角的度數跟邊的長度有關係嗎 沒有 假設呢,這邊呢,有一個這邊是,假設是3公分 這裡叫做是這個7公分 它們都是呢,45度 那45度來講的話,3公分這個呢,這個也是45度 7公分這個也是45度 角的度數跟這個邊的長度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呢,你拿到影印機裡面去把這個角放大的話 它只有長度會有變化 角度是沒有變化的 這樣也蠻合理的,如果角度會變化 比如說正三角形,你拿去影印放大 它如果角度變化,那內角合就不是180 這個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呢,角度不會變 但是邊的長度呢,會變 我們繼續來看這個角的命名 這個角呢,這個叫做角B 我們從它的頂點命名 或者是叫做角A,B,C 或者叫角C,B,A都可以 反正就是把這個角的頂點包在中間 就對了 所以這個角呢,叫做角B 也叫做角A,B,C 你也可以從C念過來 叫做角C,B,A 角C,B,A 反正記得,你這個角的頂點就是要放中間 就對了 放中間,人家才可以抓得到 才比較不會有爭議 那舉例來講呢 這個右邊這個 這個叫做角A,B,C 幾度呢,90度 那這個第二個呢,叫做角C,D,E 或者是叫角EDC也可以 幾度呢,46度 它是一個銳角 那第三個呢 聰明的同學你就知道了 叫做角GFE 或是叫角EFG都可以 那它是幾度呢 它是100度 角EFG跟角GFE都一樣 這都是100度 這是頓角 好,這個是有關於角的部分 簡單的跟大家介紹說明 有關於角色的部分 有關於角色的部分 有關於角色的部分